最新的零线 国会大现场带大家来关心咯 这是驻日大使谢长廷返回台湾 但没想到居然不是反国来述职而是 被执意回台湾来备战接大法官呢 到底是什么回事呢 更多内容我们把时间交给陈佑告诉大家 国会大现场我们接着邀请到另一位赖世保来到了现场 为人早安 我们来看到驻日代表谢长廷回到台湾了 结果这件事情好像连外交部长吴娇谢也都没有搞清楚 而且呢他回到台湾之后 居然不是反国述职 是被解读 难道是要来争大法官吗 毕竟呢 现在他自己所创立的新文化基金会要举荐他当大法官 这个很离谱啦 他是驻日代表 台湾跟日本之间 其实很多的题目可以讨论 这一阵子 前面多久 日本正是把那个核电厂 福岛核电厂 那个核污染的水排到海洋去 这一部分韩国抗议啊 中国大陆抗议啊 台湾没有抗议 因为这场庭帮助日本代表啊 他没有抗议 他非常的失职 我们外交委员会啊 国防委员会 应该把他 他应该回国述职啊 回国来立法院接受备训啊 接受质询啊 怎么会说 来开新宿发表会 准备就是要接大法官的样子 他接大法官大家可以看嘛 他的党性这么强 他绝对是第二个陈局 陈局当在监察院长之后 你发现到该办的办不敢办啊 陈时中明明有监委 说要约谈陈时中 被孙人长一骂就挤回去了 所有现任的行政大官 监察院只敢碰都不敢碰 只敢碰地方政府 所以到底的是有颜色的监察院 监察院自我矮化成为一个监察局 如果谢长廷真的拒绝大法官 那未来的事件可以 你就可行 你可想而知嘛 民进党要的一定都没问题 就现在来讲 就目前来讲 已经够绿了 难道不够绿吗 现在再加加进来 那就变墨绿了 大法官就变墨绿化了 这个非国家吃福啊 大法官是人民救济的 最后一道的防线 也就是人民掉在水里面 最后的那根浮沫 结果你叫浮沫 绿油油的墨绿 这个以后做了解释 谁会复兴呢 这等于说有点是变成要看颜色来办事了吗 而且这件事情 听这个新文化基金会他们自己的转述说 谢长廷称他随人 所以随人的意思就代表说 他其实也知道这件事情嘛 然后好像也默许这个基金会 来帮他当一个抬教者 那这看下来是不是有点摇跪给水里的感觉 随人的意思就是我要了 好 你们这样子推荐 我这个就聪明吧 事实上我都不知道这里面所谓的是他们基金会的推荐 还是透过他的主导来推荐 这个都有待去观察跟考察 而且大家都说 那你当过律师就能够当大法官 那苏贞昌呢 他苏贞昌自己创立的那个超越基金会 要不要也推荐苏贞昌来当大法官 现在谢长廷变成大法官 说不定这个苏贞昌也变成大法官 那时候你也不会觉得奇怪 因为在英文主政之下 中华民国的体制 真的大道地道变成皇帝制 不是民主体制 而是帝制 对 而且我们也看到 现在整个民进党他们的派系斗争就算了 现在还开始抢官分赃 抢到了这个大法官来 那重点是大法官他一任就是任期是八年 所以谢长廷在这个后小英时代 小英都还没有下台走人 他就已经开始在布局未来的八年的大法官任期保障 所以他是对赖清德的选战这么没有信心吗 赶快要当官当到最后一分钟吗 这个民进党回想到当初2008也是这个情况 他们认为他们的政权快要丢了 所以在2008选举之前 能够官位好位能够抢就抢 能够赞就赞 现在有一点这个味道 因为不要看现在赖清德的声势很高 当国民党整个整军待发 如果完成征召的话 定一尊民调会上来 所以大家等于是买个保险 谢长廷他年税也够了 他临走之前还要抢这么大的一个位置 其实我认为这个大法官的位置 一定要非常的清高中性 而且有理想化 这个这个谢长廷通通没有 谢长廷除了他的党性很坚强 他的斗性很强之外 我看不出有任何一点可以来试任大法官 海华XO干贝酱 这一罐很厉害很威好吗 他的蛋白质呢 是鸡啊牛啊虾的三倍 这么好的干贝酱要去哪里买 是我们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电商的网站 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啰 好 希望大家爱用啰 我们下期再见